各位我们继续看过来 在上一堂课里面跟各位介绍到 是有关于从美国的教育发展过程上 来跟各位这样做若干性的介绍 而在今天里面的话 跟各位里面谈到的是有关于从英国的部分 来跟各位里面做整体性的讨论跟分析的动作 我们在这部分也不免俗的谈到 有关于在英国的发展过程当中的五个相关性的区块 一个部分里面提到 就它的背景上来做脉络性的探讨跟讨论分析 另外一部分里面提到 就它的相关性的学理概念 来做整体性的探讨跟探究 另外一部分里面考虑 从它的相关性的食物的若干性的走向来做考量 另外一部分里面考虑到 是就它的相关性的学制的概念上 来做分析性的动作 而在最后的时候里面提到它整体性的改革跟发展的动向 让各位里面它在做参照的时候 有一个相关性的基准点 从基准点上来做分析跟分数的过程 我们来谈到在英国的发展过程当中 第一个部分里面提到 从它的背景脉络来做分析的动作 所以可以看到在比较教育过程当中 还是很习惯的从它的相关性的时间轴 来做思考的情形 可以看到在英国里面是有古老的发展体制性的国家 所以可以看到在历史上来做进展的时候 它会有其独特的特点跟特性 那第一个部分从它的地理上的观点上来看 那各位里面可以看到在纬度上面的话 它是横跨的东京跟西京的纬度 所以可以看到在英国的发展过程当中 除了纬度当中里面的话 当然这临度线里面是跟着格林威治天文台 是有所相关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在英国的发展当中 地位置上面 遥远上面是跟整个欧路 遥遥相望的 但这部分里面的话 有一个六十几公里的海底隧道 可以跟欧路上面来做连接性的动作 这是在地理当中 它很特殊的区块 当中里面的话 有一个大的海峡当中 跟欧路上面可以遥遥相望性的过程 另外一部分里面跟欧路上面的话 本身落吉落吉的特点跟特性 也可以彰显出英国的独特地理特质 但因为它的纬度里面的话 最高的话可以到达64度的高纬度的国家 所以地方里面的话 相对而言的话 应该是属于偏冷的情况 但因为由北大西洋暖流下来的情形 所以相对而言的话 它也不至于到太冷 另外一部分里面的话 跟它的独特的特质上 各位可以稍微做分析的动作 另外一部分里面提到 在英国里面当然它会有其历史 那就英国历史上来做呈现的时候 当然可以看到在族群上 大多数里面它所呈现出来的是 是来自于从安格鲁撒克逊族群而来的 所以可以看到在发展上面 从早时期里面在纪元六世纪上面的成型 那到后来的时候 英国里面开始成就出来 它自己的独特特点跟特性 所以早期的时候包含像英格兰 跟所谓的苏格兰时期 所以早时期的时候 它是属于独立的两个部族 称为叫做英格兰 跟所谓的苏格兰时期 但这两个独立时期的时候 两个部族里面也出现征战的情况 而到后来的时候 英格兰统设了威尔斯 所以可以看到在苏格兰部分 相对而言它的地理上的条件 跟武力上势力上就偏弱了情形 而英格兰里面大量成为发展的时期的时候 必须要承认是在于 殖民帝国时期 海权时代 所以在殖民帝国时期 后来会成就成为日不落帝国 这日不落帝国的意思 在于是当太阳里面 普遍照射到每一个相关性的 京区的时候 每一个纬度 京度的时候 都会照射到它的国家 所以可以看到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把它称为叫做日不落帝国 虽然在现在时代里面的话 它已经出现了衰退的时间点 而英国到后来的时候 会成就出来是工业革命的英国 那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 19世纪快速的成长 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 所以快速的去做科技发展的历程 称为叫做工业革命的时期 到后来的时候 出现的是一次 跟两次世界大战的时期 到二次大战结束之后 英国正式把世界上面的权力 释放给了美国 所以它的实力上面 已经大不如浅 但是必须要承认 在全球上面的军事武力上来看 它还是可以震撼整体性发展的国家 虽然实力上出现了衰退 但我们必须要承认 英国这个国家 在各个相关性的领域上面 它还是有其进展的特点跟特质 这部分里面在看的时候 包含像它在于 语言的部分的影响力 文化上面的影响力 甚至在政治跟军事 甚至在经济上面的影响力 都在在影响到世界各国 我提到它的概念 所以在英国里面 如果看到它的族群的时候 我们大多数里面常提到 它叫做安格鲁·萨克逊族群 那在园上是用的是英语 那在人口数里面的话 差不多是6200万人 在人口数上面 各位大概可以稍微掌握到的情况 我提到大条件 第三个部分 提到的是在意它对于政治上的观点 但我们还是一样从行政立法跟司法 来做讨论 第一个部分我们提到的是行政 行政上面的行政权 但它本身是君主立宪的国家 所以它会有虚位的元首 所以发展上面 现在的虚位的元首是英国女皇 伊莎白二世 所以提到在发展上面 比较特别的特点 行政上来看 所有行政权里面 隶属在于首相上面 所以英国的首相 本身对于整体性的行政作为上面 它会有其重要代表特性 但因为采用的是议会立线路线 所以它首相也是在野的 也是算是议会当中最大党的领袖 所以提到在行政跟立法权上面 可以从中里面亏得其唐奥 那在政党政治的过程当中 英国当中里面包含的有公党 又保守党 以及自由民主党 所以可以看到从政党当中 可以看出其独特的特点 其特性 这就行政上观点上 各位可以稍微做掌握到的部分 另外部分提到的是 就立法上面 在立法的特质上来看 英国里面采用是属于议会的政治 而议会的政治体力上来做发展的时候 它会有上议会 以及下议会的特征 上议会里面大多数由贵族或有主教来把持着 而下议会部分 早期的时候还有身份 财产的限制 但在现在的下议会 多数是透过选举而来的 但现在里面的政治上 还是会由下议会里面来做把持的动作 而在司法上面 它是由最高法院 来扮演司法的相关性的体制 各位可以从这样观点上来做分析的过程 所以在英国里面的政治 或者是英国的代义政治 英国的政体往往是在世界各国当中 参访的行政对象 包含了它的文官的体力 往往都是先进国家参访的重要性的历程 各位可以从这部分来稍微做掌握性的动作 就它的政治上概念上 各位可以稍微做理解性的类型 另外一部分提到的是就它的经济上的观点上来做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在英国的经济来做考量的时候 它也是不断地在做转型的历程 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济上 它的重要特性是全世界第六大的经济体 我们可以看到在农业的发展性过程 当时里面在全球上足心重 但到后来的时候 美国里面大量生产小麦 农业里面就改成变成是乳酪的相关性产业 之外里面的话可以看到 在英国里面在工业上面 它后来成长成为工业的经济体 跟经济体制 那可以看到在工业革命上面的快速发展 成就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重工业层 到后来的时候工业里面 代工里面逐渐做转移 包含了世界上面的殖民地 开始从事相关性的工业生产 英国里面再次做转型 成就成为知识的相关性的产业 这是很重要的特性 包含你可能看到的像科技的 金融的产业的保险的等等 这些产业特质在英国当中都可以一亏其谈奥 这是提到在英国经济上面所做的进展 但附带一谈的是 英国经济的失业率 也是居高不下的 差不多也有10%左右的失业的情况 其实在这种过程当中 包含像在美国 或者是在英国这些国家 都可能会看到这样的情况 此外在第五个部分 提到的是有关于在社会的特质上来看 在英国里面的社会 它是会有其阶级的国家 这阶级里面所谈的是在于贵族跟平民的立场 贵族立场跟平民立场当中 就会出现相左的情形 包含在上下议会之间的情况 或者是在统治的阶级跟一般阶级 女皇的阶级跟一般庶民的阶级 他们的阶级的过程当中 身份上面 语言上面 包含在思维上面 都会出现落干性的落差性过程 所以可以看到在英国里面 虽然它本身是高度发展性的国家 阶级的色彩上 还是非常非常的浓厚的 各位可以从这样概念上 来稍微做掌握性的过程 在其次我们再谈到 从它的相关性的文化性的面向 来稍微再做分析性的动作